生菜沙拉 海鮮或甜點 來餐廳吃Buffet 檯面上的各式菜色 還真讓人什麼都想嚐一口 想吃什麼儘管拿 就算盤子都已經裝滿滿 還是意猶未盡 我要參加那個 國際不節食日的福度 好的 我們這邊直接站上 我們比當季就可以了 怎麼想用餐 還得鮮量體重 原來5月6號是國際不節食日 希望當天大家都可以暫停節食 好好享用美食 因此有餐廳業者 順勢推出量體重大賽 當天晚上用餐前後量體重 落差最大的民眾 就可以獲得免費餐點 會想要找一些 食量比較大的朋友 一起來這邊吃大餐 當然就是早餐 就是不去吃 然後盡量就空著肚子 然後來到這邊參加比賽 自助餐吃到飽 一直是台灣人 最喜歡的餐飲文化 尤其看到自己喜歡吃的餐點 簡直就要失心瘋 想吃多少絕對不會客氣 但往往一吃完 肚子可是撐得受不了 對我們餐廳的部分 是一個負擔 就是我們的腸胃很容易就出毛病 還有就是我們的熱量容易被累積 還有就是我們的營養素的利用化 其實我們平時的均填與食 是很重要的 一下子過多 反而是一種毒或者是一種負擔 再怎麼喜歡吃的食物用餐食 還是得記得細嚼慢嚥 免得一下子身體進障太多 為了吃夠本 防讓身體吃不消 可是得不償失 記者張卡諒 蝦維台北報導 我們也是超級非常健身的 吳敦 幾乎 後來我們上市的